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跟我们一起回来 然后在去的时候 我们在飞机上 我就看到空姐就拎了两瓶红酒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过去 然后就交给她 你知道空姐对在旁边说什么吗 我就 纳豆子 你真的吗 真的吗 她order 一个东西 那我们送给她的时候 她会小装睡着 走了之后 她可能就突然眼睛长了 她又要起身 要去上厕所 等一下再给我 好不容易她回来 我们赶快送过去 送过去之后 她又说我不要了 不想要享受自己经济舱的东西 她会想要享受头等上我的东西 那你怎么回答 就是下辈子吧 所有客人都闻到很臭的味道 有一个男士就按了服务灵 叫空服员 然后说 这我爸爸 就他爸爸其实已经走了 脱份了 乘客他其实在上飞机前 其实他的身体就已经非常不适了 在那个当下其实他已经非常虚弱 对 虚弱 而且到最后 我们就开始做CPR 那个时候是口对口 然后后来 我们才发现 这个乘客是 今天美丽的空姐姐妹涛友 吴又玲 陈于玲 以及刘萍 魔鬼总教头 陈婉若 前伊林总经理及时尚总监 刘萍的这个资历也是在航空业服务了 今年 大概快四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那接下来这位呢 小林 小林服务了几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就是资深空服员 其实资深空服员 大概算几年就大家会觉得算呆得久了 大概七年 八年 那是一个关键是不是 差不多 所以大概你旁边那一位就是一个特例 佑玲 你只呆了两年就离开了 对 我只呆了两年 为什么 我觉得我是比较不一样的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有 我们这个工作是很多女孩子她是很羡慕的 但是相对的我也觉得这个工作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那我们就是常会有 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有班表 对 那我们就是在飞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是照班表 可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空服员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她可能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请假 那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其实彼此同事之间是可以体谅的 你说那时候专有名字叫抓飞 就是你太过度的被零食去代班 对 他是 对 所以我们空服员会有个standby的时间 那以我们公司来讲要分company standby跟home standby 那通常在比较急的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会以company standby的为主 可是你的工作量已经大到是whole life standby 对不对 现在standby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受不了 对 我们连在家的时候 我们也是必须要非常的随时注意公司来的电话 那那个时候就是公司就告诉我们说 我现在抓你 抓你飞一趟西雅图 你现在就马上到公司 对 可是那个时候 可是我现在在西雅图喝咖啡 不管到哪里都得赶去 那在那个当下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维持一段时间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勇敢的在打电话回公司 我就跟他说我请你抓别人 他说不行啊 我就跟你讲我要抓你了 我跟他说那请你再听清楚 这听清楚 老娘不干了 然后我就当下就马上去公司写资程 敬佩你 其实我在这个行业 刚刚那五个字嘛 老娘不干 我大概讲过两万八千遍 对 没有 后来也发现这是自己的兴趣 不过在我这个右手边这一位 她是这个当年的沈佳怡 比沈佳怡还要漂亮 没有 当然是 你现在还是 但是她要讲一个最新的飞航经验 是她的观察 因为刚从大连飞回来 你说这个纳豆哥好像很有斩获是吧 对啊 我就说我那时候忽然觉得说 纳豆其实是万人迷 她跟我们一起回来 然后在去的时候 我们在飞机上我就看到空姐 就拎了两瓶红酒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过去然后就交给她 而且那个是整个人半蹲在地上 然后雨意非常小声 然后一直就不要让别人听见 但是我们在旁边的人 眼睛只是前方但耳朵 都在偷听 都在偷听 然后去的时候我们就 等一下 飞机上有你 还有汉点 还有小S 林佳琪 陈思璇 蔡淑珍 整个有那个红酒带玉的只有纳豆 只有她 对 然后 你知道空姐对在旁边说什么吗 她说 纳豆千万不要告诉大家 我跟你出去过 你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然后 最妙的是 回来的时候她下飞机 又拿一个袋子 我说 纳豆你又得到 然后香槟 我说 为什么去跟回来你都有 然后 最妙的是她跟我讲说 因为有一次她在坐飞机的时候 空姐就过来 然后跟她交换电话 然后说 她之后想要call她 一起出来 而且是空姐主动 然后她就很高兴 她就想说 那很多漂亮的空姐 你知道 男人非常狭想的职业 结果她发觉 就是她去了 去了以后 因为商务舱 很多都是姐姐机的 所以他们是 已经有家庭了 对 还带来小朋友 跟她一起唱K 对 回来之后 他们就变好朋友 是 所以她才会来来回回的时候 好像都很认识她 因为那个 阿肯纳豆真的很无聊 就是我们家庭旅游 他们也要跟在屁股后面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PK了 说谁能要到最多空姐的电话 真的 对 所以这个请问一下刘萍 这是根据你的经验 不管是你自己 或是你带过的这么多空姐 其实空姐第一个 就是很可怜 是不是常受到骚扰 骚扰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你在航空夜工作 没有被骚扰 就说出去多难听了 真的 原来是 这个是业绩的部分 真的 真的 这个说出去这个record 是不好的 因为你知道英国保险公司 他们做一个调查 有 他说男人心目中理想的性幻想职业 第一名是护士有制服 第二名女服也有制服 空姐是第三名 就有制服 就会引起男生征服的一种欲望 对不对 想要 对 拉开 所以 尤其是 尤其是我们国内另外一个行动 就是从从头穿到脚 那个最容易有遐想 对不对 包月井的越有遐想 包月井越有遐想 对对对完全是两身啊 哪像有一家就是穿的那么宽 裙子穿着还会跑到前面来 不是穿太宽吗 还蛮宽松的 然后好像这边有两家 对不对 这个其实到底是公司有没有规定 就是说要曲线毕露呢 还是说舒服就好 其实我们是以工作 可以 对工作 你就是伸展可以方便 对 这是对的啦 这是对的 像我们那个制服太紧了 因为那个穿到这儿 有时候要蹲下去的时候 你没有把那个衣服拉下 你就一蹲下去就 因为那个旗袍完全是把它卡紧的 太悲 那个叉是最容易幻想的地方 对 那个叉 可是有一些空服也很笨 你知道吗 就呆呆的 就像刚上线的时候穿那种丝袜 是那种大腿还快很深 肤色到这边 然后每次手一抬起来 要开那个行李箱 那一块 裹掉出来就破灭 就破灭 就破灭 然后客人就说 你看你看 那个跑出来 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客人有的有丝袜屁 或许就还蛮适合 有些可能是这样 不过我觉得骚扰之后 我现在看个人感受 像我的尺度都很宽 别人怎么摸我都觉得OK 但是 像他就是 如果说有人摸你的话 你的感受尺度都不一样 我觉得 你会不会又说 老娘不干了 你再给我摸 就是我那时候刚飞 因为我们公司它需要有 刚上线空飞 要有三趟on job training 然后我是来第三趟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还是算菜鸟 那在已经landing之后 乘客已经要准备下飞机了 然后就一个老杯杯 然后他跑来我这边 然后因为我们要送乘客下飞机 然后他跑来就抓着我的手 就这样 妹妹我告诉你 你的那个刘海 你不要刘架 因为那时候是刘 妹妹手刘架 你这样你那个运会被盖到 然后手就这样一直刮 我关心摸骨大师 对 我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意识到 他是在做什么 我想说他已经要下飞机了 这样子 那这时候学姐在后餐 他在厨房看 在家里看到 他就赶快冲出来 就跟我说 你赶快去后面帮我收什么 然后等他送完乘客之后 他就进来跟我说 你是不知道你被吃豆腐了吗 他这样碰你是完全都不知道吗 那因为在当下午 我们只是想说 已经到了 然后赶快让乘客下去 我们后面还有陆续的工作 是要完成的 就摸了 就摸了就摸了 而且觉得可是遇到称切了 对有的老人还蛮会摸你的 像这个是 等一下 有没有三大口 老人 还有 演艺人员 其实日本人也蛮 难会来讲 韩国人 来妹妹 我给你一个东西 然后就会拿一个巧克力给你 可是他放的时候会 很轻的放 然后慢慢的抽离 然后再给一点 整个诱程就是全世界麻烦 觉得你现在是怎么样 像我一个朋友 他去穿制服是 因为我们都要 身上一定要插一支笔 里面是 就是客人有什么需要 就马上马笔插 他就把笔这样插在 那个制服里面 就客人很喜欢跟空服员要比 对对对 小姐给我一支笔 然后要写一些什么 卡的 就一他就抽出来 就拿给那客人 就一抽出来是热热的 嗯 然后客人就说 嗯好 哎呦 好惨 算骚扰 这算不骚扰 对啊 算骚扰 那可是这种空气也没办法 就你也不能跟 你知道客人来个过肩摔摔摔 对真的没办法 因为第一 那个笔真的是烧烧的 对我们就截取 记取那个陈文倩的经验 陈文倩以前也怕冷嘛 冬天录影的时候 就会放暖暖包在这边 里面 要录影 等一下 我的暖暖包拿出来 帮我接一下 丢给摄影吃 要不要吃 有点 有点 对 但是不好意思 我在跟你们聊的同时 我出现了一个新闻画面 那时候我们全部看到的时候 女生当然是觉得很惊讶 男生每个都为人画面 说哇太爽了吧 香港一个穿红色制服的空姐 她有几张露骨的照片 一个是在机长室 为机长吹奏乐器 然后另外一张是 她在客舱 然后都已经空了 大家都下飞机 然后她一个人就扒开了双腿 这样然后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然后后来我坐飞机到香港 我就看一看我就 就你们家 你知道吗 我自己几乎是想要问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可置信 真的吗 可是我们都相信了 就想说你看 果然空中的传说是真的 就是有时候空姐 会被叫进去什么的 这个 小铃 我没有被叫进去 但有耳闻过吗 对 因为就是 通常我们就是一个机师 跟副机师在开飞机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 如果 凌时要出去上厕所 就会抠一个空服员进去 对 怕麻 因为怕 怕那个机师如果 突然间晕倒 对 那因为911之后 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是没有办法轻易进去 一定要里面的开关打开之后 我们才可以推门进去 所以这两位在里面 就很自由了 这个一定会被乘除吧 一定的 他们两个已经被 因为制服太明显了 那个照片已经网路上流传了 所以那这样就是直接免职吗 还是 两个都被fire掉了 这样子啊 两个都被fire 不是我们也会听说说 其实表面上 就是好像有一些寄过干嘛 但四一下就换个航线 什么的 不见换航线啊 我觉得这个传出去 应该没得逃了吧 我想 不过 你还想那个空姐 再来serve 客人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女生看到都会很惊讶 但是男生 我身边男人 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开心 好爽喔 一定要去做那行 对啊 没错 没错 像在厕所里面 两个人先后进去 在那边待很久 这种事情倒是有吧 很多 很多 因为我有一个 演艺圈的朋友也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 我自己也很想做个实验 可是我真的觉得里面太窄了 你想抽拍吗 还是 我自己想 抽拍 不是 因为在那边工作那么久 都没有 你连在那边上厕所 你都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比较小嘛 太窄小了 对啊 太刺激了 对的这才刺激 那这个你们真的有目睹过吗 有 有遇过 小玲 就是 头等商舱的客人 他们两个就是 其实他们本来是不认识的 不认识的 可是呢 为什么他们就 我们就觉得奇怪 他们两个怎么越坐越近 然后又坐在一起 坐在一起之后 就开始 毛毯是 是跨过一个座位 这样盖着 两个人 然后我们就觉得怪了 可是他们两个可能 真的是 受不了了 然后两个人就 先后去厕所 对 然后我们就大概知道 我觉得也算 工作乐趣的一种 对 但我们今天要吐浮水嘛 听说这个 空姐的健康 是很难维持的 是不是 要有心维持 嗯 如果无心维持的话 那当然就是日渐败坏 我觉得 比如说哪些原因会造成 睡眠会不够吗 我觉得睡眠还蛮够的 我个人没有这个问题 一上床就睡 对 那有些人是很难入眠 我觉得 那我觉得我们有相当的 休息的时间到外站去 比如你飞行七小时以上 我们就可以在当地 强制休息二十四小时 这么好 对 所以你可以有充分休息 只是有人就玩疯了 你懂啊 哦 一到第二国家就开始玩啊 刷屁 根本就不管那个时差的问题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反正那都要跟 一直跟空姐聊 就他们会在巴以岛 待个一两天 然后再飞回来 我们说好好 那你们飞哪里就玩哪里 对对对 但小龙为什么会说不够睡呢 因为我本身就睡不好的人 对 然后我每次就是会被同事拖着说 走啦走啦去哪里玩 结果我的照片每一张出来就是 黑眼圈 因为又想玩 然后又要工作 然后加上自己本身都睡不好 对 所以长期下来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飞的时候 大概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 我就会生病一次感冒 然后只要附近有人 我就想玩乐 对 就真的免疫力下降 应该这样讲 以前小时候会很羡慕空姐 可是等到自己做事的时候 我就一点都不羡慕空姐 而且我觉得你们很伟大 就是说 早上的班 你看我们可以跟死人一样 只要戴个大墨镜 然后穿个睡衣睡裤 霧鞋都没关系 可是这些空姐呢 就头发这样梳得光光 你知道头发梳得光光 它是要这样多用力 这样拉住 而且后面要有一个 寄 寄要多少个夹子 一早喔 他们已经梳好 又可能五六点就出来了 然后更早起来化妆 然后是浓妆 对不对 要有眼影 什么全套的 不能像我们弄一个BB霜 每天做秀就对了 对 然后很悲的衣服 然后就开始退窗车 有免税品喔 有乱流喔 什么 我觉得好可怜 然后干就算 像我昨天也不过 从重庆飞回来 你是从大连飞 重庆飞回来也两 三个多小时 三四个小时 我跟你讲 因为有乱流 然后快要降落的时候 风很大 我的耳朵就不对了 甚至是不能打哈欠 因为你一把就痛 然后就吞口水 然后不是发小糖果 也没有用 所以我在想 你们这样飞有没有 有没有真的有这样的伤害 比如说耳朵会听不到吗 会有什么阻止 我们同事有曾经听过 一个同事就是重感冒 还是上飞机的 那不行 他这个耳膜是被冲破的 对 Oh my god 对 那就听不到了 就听不到 耳朵就受伤了 所以就说有些工作是不用逞强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 有一些stand by 的一个制度 就是说你身体不好 不要逞强 根本人家不会 appreciate 你很全情这两个字 你全情他不会给你什么东西 没有 可是你不舒服 那个来人想睡觉 想不都可以 只要你请假 事前请假 就有人带飞了 那样是他们公司 这更不用逞强 公司这都不一样 对 小林是不行的 我们公司只要你请假 他第一个就质疑 你应该不是真的 对 然后 对 然后 现在就是 即使你身你假 你都要去医院 开个证明 说你现在是不舒服的 然后你还要 再去公司 交这个证明 那我干嘛不去飞啊 对啊 对啊 我就是很累 都要跑两趟 而且如果这样子 你说其实 荷尔蒙会大乱 这个 MC会受影响 对 如果要怀孕也很难吧 也很难 是不是 你现在有小孩吗 有 有 幼灵发生过 我们同梯的 因为我们刚开始 因为这个工作 大家都很羡慕 我们也都很期待 所以我们正要开始飞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在刚上线的时候 因为我们又必须要考核 之类的 对 所以压力就更大 我曾经有同学大概 两到三个月 生理其实不正常 是MC都没有来的 对啊 其实这个就会有影响到 对 也是有一支来一支来 对 也是有一支来一支来的 对 而且那个时候 因为日本不是发生 那个海啸 然后震灾 然后那个 那个核灾 对 我才知道 原来在高空飞行的辐射 是这么强 是啊 真的喔 对 我们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地面的 不到几百倍 还是几千倍了 我想说那空气怎么办 原犯主癌的那个 机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这一点 比如航空公司 有没有特别会提供一些 定期的健康检查给你们 有 有 对 每半年 你看这个 父女疾病是 对啊 那就好辛苦 对啊 而且得以用自己的身体去换 所以其实这个梦 就是告诉所有电机前面的女生 如果你想踏入空姐这一行 她有光鲜亮丽的 大概几分钟 你们觉得最享受 当空姐那几分钟是哪一刻 就是我们从BOSS下来 走到 最长到Gate那一段 就只有那一段时间而已 只有那一段时间而已 没错 因为我们最羡慕就是 我们通关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票穿的制服很美丽 然后拖着小行李一下 然后你自己都会帮她奏乐 你这样很復環 就这个很復環 看就20分 真的我们的眼神就是这样一直 漂亮 然后对男生女生都会行住 小孩也会 然后她那个是 对 是不是生存就为了那20分钟 是 那通常到了 到了Gate 我们是上了飞机之后 因为之前我们的制服 是类似靠装的 但是我最常做的一个动作 最快的就是 把我的行李放好之后 把高跟鞋换成矮跟鞋 第一个事情就把衣服就脱掉 因为接下来我要去做 很多的准备的工作 然后就会变这样子 对 就会变这样 刚才的装画在怎么没 在那四十分钟里面 我可能装到全部都乱了 然后那时候 师傅长就是说 乘客快要登机 然后我就要开始 做了一页 可能那个时候 我还在敲干冰啊 还在一个吗 敲干冰 对 你就去开始要那个 冰酒啊 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 哇塞 无法想象哦 他们还要这样子 你知道 那些东西都会把摊送上去的时候有人会帮你 没有没有 因为那个冰块一大猫 是已经凝成一顾 而且他上来的时候是全部都要安全 塞 都要上的 对 我们要剪开 然后我们就要敲干冰 不过你刚刚讲的头发乱乱那个 前阵子我从曼谷回来吧 有个空气就是你们公司的 然后头发乱开 因为乱乱乱 气快就掉下来了 我就很不忍心 跟他讲我要一杯水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盲成这样 我现在快疯了 可是我真的太渴了 我说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要一杯水 结果你知道 我以为他转外会这样 转外会这样 他转外会这样 100分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100分 我真的觉得我这种精神 这种level不错 有因为 拍拍手 真的拍拍手 因为像那个阿天纳豆说 他们就 他们就跑 我就最讨厌一些男人 求求你们 每次一起飞啊 你们可以不用安全带什么 就有些男人就开始到 你们中间的工作那里 就开始聊天啊 什么 我觉得 因为你们也不能就说 回去做好 或者说 不要再跟我聊天 不可能嘛 然后阿天就说 他就一直 还准备了巧克力 卖好了 他就一人一颗 有 你看得出来吗 有学姐 有那种 很嫩很心的 那我不想 他就跟那个聊聊 大家都聊 后来那个学姐讲话 阿天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也会跟我们这种 老空姐 拉丁赛 轰姐遭旅客刁难 陶子未维护好姐妹 炮轰男乘客啦 我想要享受自己 经济舱的东西 他会想要享受 头等商务的东西 那你怎么回答 就是 下辈子吧 那 我买一个东西 那我们送给他的时候 他会 小装睡着 走了之后 他可能就突然 眼睛擦死了 我的东西呢 他又要 对你们来说 比如说像 商务 头等跟经济 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前面的客人 比较难对付 我觉得就很两极 因为 头等商务的客人 他们 就是好的社会很好 可是 不好的时候 他会觉得 我花的钱更多 然后就是要 更把标 对 更是要求的更多 我有听说一个秘密 说 讲出来会不会对 航公公是不好意思 就是 他们的登记证 会有两个英文字 那两个英文字 就比如说 陶金银 你的登记证 为什么比别人 多了两个英文字 那两个英文字 代表就是奥客 然后所有人 就会开始互相联合 我没有讲述哪两套 就是奥客 然后所有人就看 奥客来了 大家就是今天戒备 加强警备 我现在有听过这种 我们如果这算是 我们自己身体下会有 这算是特别的客人 我们在briefing的时候 就会 就知道 就知道今天会 有一些怪人出现 所以怪人 最怪会有什么样的要求 不想要享受 自己经济舱的东西 他会想要享受 头等商务的东西 那你怎么回答他 就是 下辈子吧 那怎么回答他 没有就是 我们会等到 可能service做完的时候 那我们会就是 因为楼上现在也在忙 对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再提供 这个服务给你 但是不可能给啊 要讨论的也要 不太可能会给 我如果客人 就直接跟你要 哈根达斯 就是我儿子要吃 可是他是坐经济舱 就是我要吃 那个哈根达斯 因为business class才有的 那我就抽了一口气 我说 好 我帮你想办法 然后我就到前面绕了一圈 去外面 去外面厨房 跟你在那里聊天 然后再从前面回来 我就说 我真的尽力找过 可是前面的 又都用光了 那我给你别的好不好 小美 多一点饮料 没有冰淇淋了 就给你多几杯果汁好不好 因为客人 其实他自己本身也知道 他要的是extra 他要的不是他理所应该得到 所以他也就OK 那你就给他一颗extra就好 extra 有这个extra 你还是应该是合理的客人 对啊 真的没有那种很过分 有上过新闻的那种 最近闹得很 很非非洋洋的那一个 真的是让我们公司 就是你们说 不让他登机的那位 他真的让我们 每个空服人神经都很紧绷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 是让你们觉得很难 就是比如我们 要他order一个东西 那我们送给他的时候 他会 假装睡着 不知道是不是假装 对啊 然后呢 这时候你会拿的东西 你不知道 我现在该叫醒他 还是不该叫醒他 我叫醒他 他会说我吵他 我不叫醒他 他又说 我不尊重他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好像之前 是不是就是因为叫醒他 对 他就很高兴 就他一直过来 所以我们真的会很紧绷 然后走了之后 他可能就突然 眼睛一窗 对 这些东西呢 对 然后我们就 他醒了 也是飞奔过去 就说 这是你的东西 然后他又要起身 要去上厕所 等一下再给我 那这个东西 你又不能说 我放在他旁边 也不是 然后等他回来 也不是 对 所以就会被这样子 来来去去 然后好不容易他回来 我们赶快送过去 送过去之后 他又说 我不要了 我觉得这真的 这么过分 这是雕 黄帝症候群吗 我觉得很多男人 就会觉得 我已经买这么贵一片 我就是要上来享受的 然后呢 你们都是我的宫女 对 就会有这种心态 我有一个朋友 男性朋友 他说他每次上飞机 他一定要去测验空姐 我说你很无聊 你测验空姐干嘛 他说 有一次他飞大板 然后在飞机上 就跟小语讲说 我要来瓶啤酒 然后那个空服员 就给他一杯台湾啤酒 结果他就看空姐 我有说我要台湾啤酒吗 然后后来 那小语说 可是我看你是台湾人 所以我给你台湾啤酒 他说 我要阿萨 他说我要阿萨 然后他又回去再拿一罐给他 就是 我说你很无聊 他说 我就是想看看他的临场反应会是怎么样 他竟然跟我说 你是台湾人 所以应该喝台湾啤酒 这什么应对啊 就是他会去picky这个 他说他的工作就是 这么难多的 他是金钟奖评审还是什么 要评识的这样测验人家 而且可能在性经验或爱情关系中常 遭受挫败的男人 我比较容易去折磨这些空姐 我觉得你经常超适合我们的主题的 是不是 对 我们每次都觉得说 他一定是追某个空姐 没有追上 所以就开始来找我们的茶 对 所以其实大家 你刚刚讲追空姐 很多我们制作人就讲 他说他们小朋友的时代 比如说高中大学在讨论 就是说 如果将来女朋友是空姐 很屌 就是一定男人要有一个空姐女友 但是呢 根据最近的一个研究调查 这个是中国最早最大的红娘网站 叫真爱网 他们就去这个有配对啊 什么 他们就发布了一个 有异性缘的女性职业排行榜 第一名是女教师 美女老师 他们觉得很好 空姐是十大的最后一名 那为什么呢 他说 男人都喜欢美女 但找结婚对象 更看重人品 老婆不能只是花瓶 空姐虽漂亮 但太让人不放心 就是台湾的一句话 水母拍照狗 所以男人很奇怪 你又想要跟空姐来一点桃花 然后最后到那个时候 就觉得你们可能很花 所以听说空姐是不是感情路上 是会反而走得比较崎岖吗 留给你根据你的观察 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很难有固定的 一个每天要见面 然后下班见个面 很难 所以我觉得说 一直会被抓飞 对 抓飞以外就是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你不要考上之后 那个颁表给你的老公 或给你的男朋友 不要吗 不要 千万不要 因为他就知道你每天拿 什么时候不在台湾 哦 真的 就是给他别人的颁表 然后后来就出现了 就忽然出现 哎呀我今天 都入香港回来 我没有飞下威营 所以男人的害怕就是 你们自由度太高 这可能是他们觉得 如果要成家的一个 比较害怕的方 所以我觉得对工作有误解吧 我觉得工作也不是 只是花瓶而已 对啊 像刚刚讲颁表的事 因为你太固定了嘛 就像新闻主播的家 很容易被偷 因为你七点到八点 就在报信 那所以比如说 你固定就是每个礼拜 就要这样飞飞飞 男友跟老公出轨的几率 是不是大增 像我一个同事 前阵请几个月回来找我 哭了 离婚了 我说为什么离婚 他说每天这样飞 可他每次回家老公都去接他 还都对他很好 就有一天就是发现简讯 就是他同 他老公的老主管 送简讯给他 就感觉那个言语中 其实是很要 他们已经很暧昧 好像已经是真的在一起 就那女的还 就是打电话到家里来 就是恐吓他 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你老公根本不爱你的 我跟他才是最配的 这样子 就后来他就 他觉得他自己的工作 也不是不好啊 薪水也很好 他自己长得也很漂亮 好 他们就离婚 他老公也就 他们就离婚哦 离婚之后这女的呢 那男的 女的叫他老公娶她 那男的也死 不要娶她 因为我那个朋友 是真的长得漂亮 然后工作能力也有啊 为什么他要娶他那个主管 那主管根本不漂亮啊 工作薪水也还好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 这种行业蛮多 那像我还有一个朋友 前赞领跟我讲 他已经在航空这里 飞十几年了 然后他有一天 跟他老公讲说 我好累 我不想飞 我想下来了 就他老公竟然跟他 讲一句话说 如果你不做 我们就离婚 他心里想说 真的假的 我不做就离婚 那你一直是说 你只娶空服员就对 空姐就是 就他想试探看看 就他就到公司去办 留职停薪哦 结果他老公 真的跟他离婚了 结果好 就离完婚之后 他又回去工作了 因为他办的是留职停薪 他不是离职 天哪 怎么真的有这种男人 所以他只是想去 跟人家炫耀说 我有一个人 空姐老公 空姐难当 机上状况层出不穷 所有客人都闻到 很臭的味道 有一个男士就按了服务 铃叫空服员 然后说 这我爸爸 就他爸爸其实已经走了 脱粪了 乘客他其实在上飞机前 这样看起来的话 到底空姐你说 要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会比一般女生更难吗 要花很长的时间 要花很长时间 然后才能看得到 这个男人的态度 像我一个朋友 他在飞机上工作 有一天在下飞机前 一个客人就拿张名片给他 就很酷地说了两句话 抠我 所以我朋友收起来 哦好 他就放着 就对也没有抠他 两个月之后 他又坐商务商 又遇到同个客人 那客人在下飞机之前 又讲五个字 为何没抠我 然后我就说 心里想 我一定要抠你吗 就话要讲说 好不好意思 得罪这个客人 他就真的给他打电话 他们交往半年结婚了 真的 对 这个客人就是非常的 看起来很decent 话很少 不但在飞机上 跟空服员在那边 鬼扯什么 不会 我觉得他应该追踪他 很久了吧 maybe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你们空姐 绝对不可能是列为 比如说 前五大或十大 就是男嫁出去的行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至少你飞一趟 都有三百位左右的 我们算一半是女生好了 那至少一百位左右的男生 再扣掉已婚 你至少五十位 每天就送到你面前来 让你产生机会 对 你会觉得机会很多 可是如果说你在头等商务 那一些公子哥 其实他也看不上你 对 除非你有特别甜美 较好的外表身材 还有持家的本质 对 要不然他其实不太可能看上你 然后在经历舱 递名片给你的 或是传纸条给你的 我们又看不上 都是把你摸给你 然后你就会觉得 会害怕 对会害怕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这个职业的 而且其实我必须要讲的是 我觉得亚洲的男人对亚洲女人 就是很多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色情妄想 有一些幻想 然后你真的去欧洲 或是美国一些内陆飞机 人家是妈妈在当空姐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不需要减肥 有时候我记得我飞 不知道法国还是南河来 对 法国人国很多都是 对那空姐的屁股是塞出整个走道的 对对对 而且他要求的是你的工作能力嘛 本来就不是外形啊 对对对对 所以这点你们会觉得 其实有相当程度的歧视吗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之前在某一个职棒上班 那一年刚好那个球队 然后就是第一名 所以公司就让他们去巴黎 对他刚好就是刚好是 我的前后短板这样子 然后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们公司的空服人 就是太夸张了 我说为什么 怎么这么胖的也可以 怎么这么胖的也可以 让他上线啊 然后我说有吗 因为就我的认知是还好的 他说我就说好 那你告诉我胖到什么程度 他说连走道都不能走过去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太过于 太过于夸张 对就是男人一上飞机 就用选美心态 对啊 皇帝啊 你来服侍我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你们 真的都很辛苦很伟大 当然虽然刘萍刚刚一开始 半开玩笑说 啊一定要有的啦 就是这个也是 好像女生会觉得 这个自己会被受到欣赏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 止于尊重跟欣赏 对啊 不过其实我觉得 空服人有一点更难 当然比如说 九一一事件 我们看到 其实空服人有时候 你突发 这种是世纪灾难 我觉得那个突发的训练 还有听说真的有人就直接是在飞机上网身了 嗯 这怎么办 谁有碰过还是听说过吗 我有个同事 就是看到个服务灵量 他就过去 就那个坐在靠窗的那个男的客人就指着旁边 就说 他说 因为所有的客人都闻到很臭的味道 Oh my god 很臭的味道 对 就很像大便的味道这样 然后那个有一个男士就按了服务灵 叫空服人 他说 这我爸爸 爸爸 嗯 你知道吗 就他爸爸其实已经走了 脱份了 你知道人一往生 他整个呢 连肛门收缩就放松 所以他脱份了 是正在这个飞行的当中 对对对 可是那儿子都没有帮忙 他就跟空服人讲说 然后就 那你们怎么处理 一样啊 一定带的是先找 先跟主管讲 先把他处理完 然后飞机上有湿袋 有湿袋 有湿袋 湿袋 湿袋 这么装 就是飞机上突然往生的 通常准备几个袋 几个 我也没有追溯过几个 对 一定有就对了 然后就把它装湿袋 然后如果前面 就先通过扶起来 然后要清理那个座椅这样 对 因为他真的臭的不止 但是他旁边周遭的客人呢 就请他们先往后遗 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惊慌 嗯 通常大家都比较近身啊 嗯 就不会 不会panic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没办法 遇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时候一定 如果只是空姐怎么办 就是一定要有空少 才能有那个重量啊 哦 captain大概可以帮忙的 对 captain会帮忙的 captain帮忙谁在开飞机啊 就是我刚才就会有两个人嘛 哦 哦 没错 就叫一个人下来 所以就把它放湿袋以后 放哪里呢 飞机哪个空间 如果前面有空间就放前面 如果没有的话洗手间 厕所 对 有比较大的洗手间 然后上面贴 这个此间故障 对 此间故障 所以碰到也就是 第一个不要伸张嘛 对不对 再来就静静的处理 嗯 然后那就赶快会跟地面说 我们可能需要 对对对 captain会在跟地面联系这个事情 哇塞 因为以前在电商看过那个比利姐啊 她说碰到有一个什么呼吸困难啊 临时有症状发作啊 这种也是你们要至少有一点点急救的尝试 对不对 常常有一个蛮经典的故事 我觉得 就就我们之前 也是大概在我们刚开航不久 然后那个时候那一趟fly是从美国飞回台湾 对 然后就是乘客他其实在上飞机前 其实他的身体就已经非常不适了 然后他已经有跟地勤去去说过 那我们是当然是因为他的状况 这一趟fly大概要飞13到14个小时 我们是希望他不要 而是因为这个乘客的家人 乘客本身他非常希望 对他非常希望回到台湾来 所以我们后来是让他先签个单据 就是让他知道说 其实如果在这一趟承认 对对对 切解书 切解书对 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回台湾 因为这样造成生命危险的话 对对 你自行负责 结果在这样的infly的行动中 就是真的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好 然后其实大概 其实大概飞行时间 其实是大概四个小时吧 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然后他的家人就把他跟我们空服员说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的解决方式 当然是先让他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去 然后开始广播看飞机上是不是有医生啊 或者是医护人员 然后可以来协助我们 然后在那个当下其他已经非常虚弱 对虚弱而且到最后我们就开始做CPR 然后大概做了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做一个小时 我还都讲话 你没有接力啊 要不然去尾斯很接力 一个到八个 因为我们那个fly的行动中在组员有14位左右 大概有7到8位 都轮流来做 而且都是学姐 就是一定要轮 这样我们做了七个小时 就是这样七位空服员 然后一直做 然后因为这个需要花很多的力气 然后因为 其实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可是因为家属 越后面做的他越害怕 因为脸色应该都不对了 对 然后因为家属 其实我们也可以 最重要他 然后在他手上往生的那里 然后因为家属在旁边 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够继续 所以我们也只能继续这样子 就把他带回台湾 对 就是把他带回台湾 然后飞机landing之后 然后救护车来 我们后来也知道说 其实他在飞行当中 其实他就已经是过世了 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继续做 有口对口 对 有口对口 那个时代好像 那个时候是口对口 然后后来 就有那麦子 我们才发现 这个乘客是 乘客究竟隐瞒什么病情 让众人惊讶 后来 就有那麦子 我们才发现 这个乘客是 飞机合 这样结合怎么办 跟他做做 七八个都得赶快去 就马上先留职 然后去做 后续的追踪这样子 可是成家飞机合 他连上飞机 我觉得都是一个 因为他之前 他没有告知 这个是 那这个不行 这真的不行 这应该要有罚者 未来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 然后我们就 这几位空服员是 后来他检查出来 是非常幸运 他们都没有感染到 对 然后因为这样 我们公司 后来那个 first act key 就是他那个救护里面 针对CPR 我们就有一个 Mask 不然之前 我们是没有Mask 就是直接口对口的 听了你们这些故事 真的 大家可以聊一下 这工作真的很辛苦 OK 他们待会可能要处理 很多别的事情 麻烦你们 不要再骚扰他们了 那这个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从乘客方面来发问 就是飞机餐 好吃的不多 所以今天呢 你知道到后来 为什么我们都叫泡面吗 而且那个泡面还 讲 严格来讲 不是最好吃的 泡面都素素的嘛 他说留给次素 我们情愿吃那个 因为有的飞机餐 真的就是甚至头的很长 我吃过一次 完全真的没有味道 它雕花雕得很漂亮 可是真的没有味道 然后你就傻眼说 有这么多美食的台湾 怎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帅哥 来我们去吃吃他做的 飞机餐 空中美食饗宴 日本情男男主厨MASA 为你带来不可思议美味的美食 像那个国际 大家还比较练得出来的菜 像那个鱼鱼鱼鱼 所以一个焦烧鸡 焦烧鸡 对 焦烧鸡 还有一直烧 然后呢 味噌汤 对呀 你看这样也可以 很好看 很好吃 有没有因为非常安全 什么食物是不能提供的 有没有 有些人不能吃花生 对 过敏 那种它就有特别的要求 特别硬硬 所以因为有些酵 它可能没注明是花生 那个过敏起来很恐怖的 来 照烧鸡口味怎么样 跟大家报告一下 非常好吃 好好吃哦 这很好吃 哇 准备呢 MASA 谢谢 这鸡怎么弄得这么好吃 就是那个 水煮 没有 没有 就是那个蘸油味淋金酒 就是1比1比1 先腌 腌肉就 对 大概30分钟左右 然后再煎 然后一开始从那个皮那边大火煎 稍微有一点焦焦的那种才好吃 才翻过来 然后小火 小火 然后盖起来 然后让那个自己的水分出来 然后就有一些像那个闷的感觉 然后里面也会熟 哦 可是当它做了2000份的时候 胃就疯了 对 是怎么大量做 因为他们要做两份吧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还是会稍微那个表面先煎起来 然后里面还是已经熟是熟 但是没有完全熟的样 然后这样这个包温 再进那个奥 对对 然后再那个 而且到时候你们微波嘛 对 就用烤箱 我喜欢他用的芝麻 他半上面撒一些黑的 然后这个是白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做完了之后 我们会变冷冻进去 嗯 然后再出来 热狗 这个整个样子都会变的 然后一打开就 那个饭上面那层都干的 对 打开之后就盖起来 谢谢 而且你知道我在那个空间 身为一个长年的乘客 必须有个感受告诉你们 每次一吃饭的时候 我就有幽闭恐惧症 我觉得太直了 然后我就 我常常会 后来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 我吃几样我要吃的对不对 他还在送餐送完了之后 我就会小姐帮我收走 因为我受不了那个虾炸 甚至有时候是 前面的那个阿伯 他突然想睡觉 就这样子一倒下 我的窗盘啊 就差一点就被压到嘛 对对对 然后你们要出去上厕所 很不方便 嗯 所以其实那个 那个空间感也没办法改变 所以我喜欢做走道 走道 嗯 我喜欢做走道 我不喜欢坐靠窗 因为我觉得走道 对 进出很方便 也是有 可是我们很不喜欢 就是我们还在发餐的时候 就有乘客说 对不起 不是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啊 因为他说飞纽约 飞纽约还LA 就是很久吧 他因为坐里面 他就是因为要出来上厕所 结果他就撞到那个把手 因为他要这样跳出来 又隔着一个人 后来他就说 他说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 一到那个旅馆 因为冬天什么 他就拖下来一看 一大块欧尘 我想说 在飞机上这样也太惨了吧 很多年前我就听说 航空公司会推出 有一个贵宾套间可以打麻将 飞长途可以 没有吗 没有任何公司要推出这样吗 有提出这样的idea 但是大家会放弃了 因为现在全世界大家都讲 节省能源 然后节省机票要降价 所以把空间变小 以后大家可能要站着旅行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中国的春秋航空 他们已经发明了站着的飞机票 就是一个小椅子 就蹬在那边手里 前面抓着旅行 我的天啊 太惨了 因为一个飞机可以增加好多座位 可以多卖几个客人 中国现在是无其不一样 真的是站着旅行 他们好像还有在飞机上走秀 带出秀 对 飞机上走秀 对 就是他们刚开始要推荐他们 所以我们省位子 为了让他们走秀吗 OK 我们想像是未来会有MASHA 这样等级的厨师 帮我们做空厨 好不好 非常谢谢你 谢谢 也谢谢辛苦的空姐 谢谢